哈囉,歡迎收看公民丁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 總統、副總統是怎麼選出來的 在這個選舉概況,大概是什麼樣子呢? 在12月29日的時候,我們舉辦了總統的辯論會 這場辯論會有三位候選人 朱立倫、蔡英維及宋楚怡參加 而這個就是總統的選舉過程中 關於競選活動的例子 有關於總統的選舉 是規範在總統、副總統選舉辦免法當中 要成為候選人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由政黨推薦 一個是由人民連署推薦 所謂的主要政黨是說 在上一次立委或總統選舉中 推薦的候選人有拿到5%的選票 才可以在下次選舉直接推薦候選人 否則就要利用連署的方式來推薦候選人 例如,雖然我們這次2016選舉 只有三組候選人成功登記 但事實上,有許多人 包括之前發起紅山軍倒扁運動的施明德 都試圖以連署的方式登記參選 但是都因為門檻過高而失敗 除此之外,在2012年 也就是上一屆的總統大選時 宋楚瑜以及他的副手林瑞熊 就是用人民連署的方式成功登記為候選人 另外要成為總統候選人 必須要年滿40歲 而且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並且涉及滿6個月 而如果年滿20歲就可以投票 我們把第一次投票的人稱為首頭族 選上總統之後 他的任期是4年 而且只能延任一次 換句話說,最多可以做8年 但是這樣的規定也是在近20年左右才確定的 例如蔣介石或是蔣中正 就利用動員刊斷理事條款等等方式 讓總統的任期無限延長 當了20幾年的總統 之後也由他的兒子蔣經國繼續擔任 最後,總統的選舉制是採用簡單多數決 也就是說,只要在那次選舉裡面得到最高票 不一定要過50%就可以當選為總統 我們來看一下歷屆的總統得票率吧 1996年是第一屆的民選總統 當時是由李登輝當選 連勝委的爸爸連戰是他的副總統 在2000年時 因為宋楚瑜以及連戰都出來參選 使得國民黨發生分裂 最後是由陳水扁以些微的差距 打敗第二高票的宋楚瑜而當選 造成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 他的副手呂秀蓮 也成為中華民國史上第一位女性的副總統 在2004年時 再由陳水扁打敗連戰宋楚瑜的合體 當時在選前發生了有名的319槍擊事件 這場選舉因而有些爭議 但是最後仍是確定由陳水扁當選總統 一直到2008年 又發生了第二次的政黨輪替 由馬英九以及他的副手 肖萬長當選總統跟副總統 並在2012年由馬英九以及副手 吳敦義順利連任 雖然台灣的總統選舉看似完整 也足以推動政黨輪替 政權和平的轉移 但是總統選舉還是有一些問題 我們剛剛提到 總統選舉是採用簡單多數決 只要拿到最高票 不論是得到百分之多少的選票 都可以當選 這產生了一些問題 例如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的那場選舉 當選人陳水扁事實上只拿到了不到40%的選票 就當選的總統 因為他並沒有超過半數 因而沒有足夠的民意基礎 可能會造成代表性不足的問題 所以說有人主張應該要學習類似法國的兩輪投票制 只是說當總統選舉沒有人過半時 就要由前兩高票的候選人再選一次 這樣才會有超過50%的人支持當選者 或許會比較具有民意基礎囉 今天的公民釘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幫我們的粉絲專頁按讚 或是在YouTube訂閱哦 今天的公民釘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